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走了 哇 又見到了 哇 既然你們都好不容易來到這裡了 就讓我再問一次吧 Jesse醫生在監獄裡渡過 怎麼樣啊 所以啊 我不是說過 我才不要進監獄嗎 真的很煩耶 反正 我早就知道事情沒那麼好 所以別一直來問啦 哎呀 真的很淡喔 也就是說 不想成為我娛樂用的道具是吧 蛤 我說的道具呢 就只你們兩方喔 因為 這樣看著你們 我就覺得 真的是很可笑嘛 蛤 因為聽下了相當奇怪的約定是吧 不但非常危險 還只是個彼此只為了自己著想的約定 你們兩人看似厲害關係一致 但實際上卻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但是 這陣被當成道具的到底是誰呢 蛤 你什麼意思 唉唷 真的是 聽不懂嗎 不過也是 是因為如此 才是罪人啊 不過 那樣才像個罪人 我很喜歡喔 而且小笨蛋也很可愛呢 對吧 債克 那麼 還請繼續期待接下來的刑罰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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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說誰是笨蛋啊 道具嗎 又開始讓我火大了 扎克 從現在開始 別再找我多打話 走囉 嗯 有什麼被挑撥的感覺 站在另一邊還有道路延伸著 這裡 會不會是連接到剛才進來的那條岔路呢 怎麼了 總覺得好像 聽到了人發出來的聲音 老房很暗看不清楚 有股非常不衛生的味道 腐敗的味道 欸 別停下來啊 欸 別停下來啊 有人聲 又來了 蛤 怎樣 好像 有什麼在動 某種 傷心人手掌的東西 你說的是手 他說醫生被飼養到死 是吧 居然變得像這樣 一踩肉就散掉了 還真是慘啊 如果真的選了那家伍所說的被飼養到死的話 就會變這樣吧 變成這樣的話 就沒什麼用處了 連道具都當不成啊 還真是有比我還笨的傢伙 欸 別去管 反正那傢伙早晚都會死 已經 死了 蛤? 是喔 走吧 可不能因為改變不了的事而浪費時間啊 嗯 嗯 其實這邊的人還蠻可憐的 就是這樣被飼養到死 而且這一間的 這一層的格局跟別層都不一樣 欸 也太大了吧 雖然暗道看不清楚 不過還真是危險的地板啊 好啊 哈囉 歡迎光臨 你們也覺得了不起 居然可以來到這裡 就和你們看到的一樣 在這裡只要掉下去的話 就會被刺得滿身穿孔而死喔 不過如果只是這樣 就太不夠看了呢 所以大陸有兩條喔 沒錯 這連最後到達的地方 也只有一點點的不同 不管選哪裡走都可以喔 不過就算過得了 這隻前方也還是有別的心房 好 但是 結果會如何也不好說呢 畢竟 你們可是有兩個人呢 應該是時候互相告別了吧 你們之間的約定 不只很滑稽 還很沒有意義呢 只要好好思考 總是得死的狀況 我就覺得是個很不公平的約定呢 好吧 這裡就先算了 就怎麼說 在這裡的房間裡 你們兩人都沒有怕繼續走在同一條路的 就好好加油吧 我就等著看是誰會被先處刑而死 可惡 一直讓我繞路 到底什麼都才能出得去啊 呃 誰能讓我活大都不行 那女人在那邊笑的實在是有夠陰險 好想趕快把她殺掉 欸 你又在發什麼呆啊 不要只殺掉那個女人 出去之後也要好好的把我殺掉 蛤 你啊 真的只會說那些嗎 因為 你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想殺我了 因為你的臉實在很無趣啊 而且要完全跟你的約定 也是得先出去不是嗎 那些 我知道 在那之前 你就先想辦法改掉 那一副像張偶一樣的表情啦 還有別一直在那邊說那種無聊的話 但是 雖然是約定過了 但是你啊 什麼令我做動作息的 我知道了 對不起 走啦 對面還有通道延伸著 用跳的就跳的過去了吧 要跳這種距離 就算用全力跳 我也跳不過去的 蛤 可惡 那要把你都過去嗎 你有辦法 每次都能讓我好好的安全絕定嗎 是啊 要是失敗的話 你就先直接撞死了吧 要丟過去是很簡單啦 但我可不擅長拿捏力道啊 那 還是先別過去吧 啊 等你走這裡喔 好吧 唉 怎樣 這個神梯好像快斷了 看來不能兩個人一起走過去 我在想 只有我過去的話怎麼樣 你說啥 只有你逃出去的話那我怎麼辦 真困擾喔 你說 現在該怎麼前進 接下來不管多久都前進不了了嘛 大概 只能分頭行動了 大概只能分頭行動了 蛤 這樣能平安到達嗎 我也不知道 居然說不知道 要是你死了我怎麼辦 你說呢 算了 有還好問無聊的問題 還不快過去 停囉 哎呀 他過去了 面面牆槍可以通過 槍口 這下只能小心的走 別被射到了 我 好像根本沒差嗎 OK 總算通過了 賈克呢 這個 印在畫面上的是 我和賈克 他 怎麼又有槍啊 他不會又起了什麼冠念頭 讓自己死掉了吧 阿 想這種無聊的事也沒意義 總之只要先跳過這個地板 過去對面就好了 這是要怎樣啊 到底要跳哪邊才好啊 啊可惡 反正隨便走都到的了吧 嘻,這距離跳不過去啊 可惡到底要走哪邊才好啊 札克,回頭 蛤,為什麼啦 我這裡有畫面可以看到札克那邊 我會指引札克你到達目的地 就照我說的方式跳吧 札克 我知道啦,回頭就好了是吧 嗯,就照我說的前進就好了 煩餒,這種程度就算你不說我也會回頭啊 是嗎 只能回頭啦 嗯,右下 札克,右下 所以說我會回頭啦 我不是叫你不要一直發出指示嗎 果然,這裡走不了了 啊,可惡 往右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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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扎克 就那樣子往下 我覺得是要往那裡走啊 扎克 回頭的話 就向左四步 再從那邊往上跳 扎克 好啦 我知道啦 從那裡跳到左上 從那裡往上 只剩下上方不是嗎 我知道啦 沒必要的不用一直說 因為從畫面上看到扎克 我就覺得有我說會比較快 而且如果你到不了的話 會有點困擾 我可不是遊戲的棋子 別三隻決定我要走哪裡好嗎 喂 扎克 這邊和那邊都各自有門是吧 看起來是的 要怎麼辦啊 不先進去看看的話 我也不清楚 米亞 從剛剛開始就一副大一樣 毒還沒有解掉嗎 毒氣的話 已經沒問題了 那 也只能前進囉 嗯 我知道 我會努力的 所以 我知道啦 你想要我殺你對吧 他很焦躁呢 鐵柵欄的對面是扎克區的房間 放置著注入藥品的針筒 然後呢 扎克 這個房間 門上了鎖 有的也只是針筒而已 到底是能怎麼做啊 要注射藥物然後變得飄飄然嗎 針筒 是嗎 我稍微去看一下 針筒非常尖銳 看來是真的針筒 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藥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 面對面見面還就是第一次呢 開心 真討厭 這個房間裡居然有兩個人 已經超過人數限制囉 但是 我有預感可以看到有趣的東西呢 哎 困張女虐待狂 這次又想幹嘛 哎呦 扎克真是的 你還是一樣 跟我這樣的美女說話 怎麼能用那種語氣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 你的真意點也很迷人呢 煩死了 還不趕快給我下來讓我殺了你 要死的是你們喔 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你這個小笨蛋 那 這次該怎麼做才好 我說阿 瑞吉爾加德納 你覺得這種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的呢 是為了讓身體吸收藥物 而刺進去 注射 答對了 這個房間裡有各自的手 只要注射各自的針筒就會開門喔 但是 有一個是維他命 而另外一個則是危險的藥喔 危險之處就是 因為藥消很強 會讓人在惡夢中受苦 說不定就再醒不來了呢 你說啥啊 危險的是哪個針筒啊 我才不告訴你們 而且也忘了 不過 這個房間本來就只是用來猜猜哪邊會中 或沒中而已 剛才的房間 來這裡的道路 不是也分成兩條路嗎 運氣好的就是維他命 運氣不好的話就是危險的藥 這 是要看運氣喔 但是你們 居然兩個人都到這裡了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呢 這樣的話 就很清楚了不是嗎 唉唷 真是不可愛的孩子 雖然很精靈 電影就如此而已 最近為止看來 不就和札特說的一樣 是一個非常無趣的人呢 來 是時候結束這個無趣的對話 你們姑且是兩個人 我就附上一條特別規則吧 那個針筒 要招換也是可以的喔 還有 一個人同時打兩支針筒也可以喔 但是 要一滴不慎的全部打進去喔 要是放一個 你們就會在這裡接受永遠的刑罰 讓你們永遠出不了這個地方 那麼接下來 雖然們 祈禱你們有好運吧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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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館 鑑可 誒 把手摘筒拿來 挺大的 不對 你要幹嘛啊 - 嘖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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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可以進入完! - 我覺得它會想要吧! - 把兩隻陣都打給自己欸! - 我在想。 - 那過完了! - 哦! - 欸! - 你來看! - 你知道哪一個是危險的嗎? - 我不知道. - 我想也是啦! - 我也不知道. - 但你來看! 我才不想死在這種地方 要是被那女人殺掉的話 男人服氣 那兩劑針筒 都打在我身上如何 蛤 妳啊 妳有自信能夠撐過藥物的作用嗎 誰知道呢 還是說 扎克要斥打看看 蛤 怎麼可能願意啊 怎麼可能願意啊 反正 也不知道哪邊才是危險的藥 我覺得 只要看哪一方先出現症狀 從一開始就弄清楚的話 比較妥當 如果扎克不要的話 就我來吧 雖然不知道後果會怎麼樣 說什麼不知道 如果死的話怎麼辦 你是指 所以說 我的意思是 要是我死了 或是你死了 之後那怎麼辦啦 那樣的話 你發誓過的事 就無法實現了 但 那就 我不明白 對不起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對不起 我不明白 你死了嗎 跟那女人說的一樣 不管是你還是我 都只是把彼此當成道具一樣的存在 反正 雖然不知道對神發誓是能怎樣 但是你要是死了 就可以得到滿足了吧 我 我說 我說 你啊 既然想死的話 就不能先擺出個好點的表情嗎 真是無趣 居然 居然 竟然得被人偶當成道具 但是啊 現在我可不想讓那女人秤心如意 從這裡逃出去才是要緊的 所以你想要怎麼用我 就隨你用 欸 好了給我 等等 那是 我的尖筒 吵死了 有意見的話 你就先給我蒸氣一點啊 但是 反正 就算這藥看起來多危險 也不會是毒藥吧 如果我會因為這個藥而死掉的話 像你這樣 我就馬上死到九霄雲外去了 那也不如全部給我比較好 等等 我再不等了欸 我再不等了欸 索羅打開了是吧 欸 趕快走吧 你真 你真的 你真的沒問題嗎 緊了 欸 別這樣 可惡 頭暈得要命 從剛剛開始 眼前就一亮一亮的 extranj 你 你 好